这几十个鸟蛋在宝温箱里努力孵化 吸引了少年托马斯的注意 他取下耳机 请淡淡听动感音乐 这一听可不得了 蛋壳突然裂开 把托马斯吓得够呛 而父亲却吸大土奔 托马斯要当妈妈了 父亲让儿子去把索衣换上 伪装成大叶父母的样子 减少幼崽对他们的戒备 父亲手里拿的是小喇叭 这是幼崽听到的第一缕声音 他们会一辈子记得 父亲将孵出来的第一个幼崽放到儿子的手里 并告诉他 把燕幼崽会把第一眼看到的生物 当成是自己的父母 也就是说 儿子现在就是这些大燕幼崽的妈妈 有只大燕幼崽与众不同 长得最小最黑 托马斯给他取名叫阿加 但每天负责喂养这些小燕幼崽 幼崽嘎嘎嘎地跟在他后面 把他当成亲妈 阿加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偷偷从龙子里逃走 四周的草松很茂盛 一旦丢失 将很难被找到 托马斯沿着河边找了半天 总算找到这个小家伙 父亲告诉托马斯 阿加不是白鹅燕 而是白甲黑燕 种类不同的大燕必须隔开 但是托马斯并不同意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一个都不能少 托马斯推着发动机 阿燕幼崽乖乖跟在他后面 每天围绕小河转三圈 让幼崽熟悉马达的声音 白鹅燕是一种冰微物种 天冷迁徙到南方过冬 暖和的时候就回北极繁衍深息 父亲是个动物学家 为了挽救白鹅燕 他们将带着白鹅燕一路北上 开车去北极 然后驾驶小飞机 带领群燕 按照安全路线 躲过雪山和机场的独立因素 从北极再飞回来 只要叫他们从北方迁徙南方一次 他们就会永远记住 长此以往 白鹅燕的数量就会逐年增加 这种冰微物种也就保住了 托马斯觉得 父亲的这项事业太伟大了 他也想带着大鹅飞行一次 父亲开始训练他飞行 托马斯启动小飞机 大鹅又在听到引擎的声音 气刷刷的跟在后面 这些小家伙才出生三周 竟然会有如此惊人的表现 这一幕让父亲异常的兴奋 托马斯和大鹅又在 在水里自由戏耍 如果有枪响 又在会快速追着托马斯逃命 这些又在果真把他当成了母亲 父亲带托马斯一起驾驶小飞机 绝笑就在逆风起 先学会驾驭飞机 再把自己交给飞机 在父亲的吸星教导下 托马斯熟练掌握技巧 而那些白鹅燕又在 也慢慢长大了 父子两人开着破车 拖着小型飞机 带着一群白鹅燕一路向北 前往北极 一路上风情如画 父子俩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在半路上去找大胡子 给白鹅燕植入了芯片 打了疫苗 三人继续一路向北的公路冒险旅行 他们要把白鹅燕带到北极 再用小飞机带白鹅燕飞回南方 用这种人工引领的方式 教会他们迁徙 保住这种冰微物种 经过多日的旅行 他们终于来到北极境内 携带白鹅入境 检疫站的人要求他们 在这期间白鹅燕绝对不能离开鸟笼 以免污染生态系统 三人在河边安营扎寨 坐等检疫站的消息 可惜一晃时间过去 还是没有等来结果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 他让儿子托马斯换上缩衣 打开鸟笼 把白鹅燕放出来散散心 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 简直太美好了 父亲告诉托马斯 大鹅现在已经熟悉这个地方 他们明年就会回到这里繁衍深息 父亲启动飞机 隐形声把大鹅吸引过去 可大鹅并没有跟着飞机走 父亲本想带着大鹅飞一次南方 让他们学会迁徙 可试了多次 大鹅还是根本不了父亲 而就在这时 检疫站的人开车来到河边 大鹅检测情流感显示阳性 父亲立刻解释 大鹅刚打了疫苗 肯定是阳性 检疫站的人让父亲打电话给上级 确认文件的真实性 父亲支支吾吾半天 不知如何是好 儿子托马斯这边问父亲 到底什么情况 原来这次计划 根本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 是父亲偷了工厂 伪造了文件 这意味着 这些大鹅将会被全数收缴 直到真相的托马斯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不顾父亲的阻止 启动小飞机 带着白鹅飞了起来 把检疫站的人甩在后面 白鹅燕军跟着托马斯一起飞翔 原来这些大鹅自从孵化出来后 就跟在托马斯的后面 已经认定他就是亲生父母 托马斯将带他们一路南下 走一回迁徙的路线 这是托马斯第一次高空飞行 大鹅一直围绕在他身边 他调整好心态 飞得有些战战兢兢 不远处正好有个湖泊 托马斯默念父亲的口诀 让小飞机停在湖泊上 大鹅也是跟着他 来了一波漂亮的刹车 天色已晚 托马斯决定休息一晚 第二天继续飞行 有条满身斑点的山猫突然造访 托马斯一波大吼 将其吓跑 父亲这边联系不上儿子 急得差点和检疫站的人干起来 和父亲离婚多年的老妈隔职情况后 也赶了过来 万一儿子出了意外 这可怎么办了 托马斯驾驶小飞机 带着这群白鹅艳继续迁徙 教科书成不棋我也 他们果然一会排成一字形 一会排成人字形 托马斯的飞行技术越来越娴熟 燃油已经所剩无几 他把小飞机稳稳停靠在岸边 正好有个可爱的妹子看到这一幕 跑过来跟他打招呼 托马斯问他有没有燃油 妹子把他带到父母身边 免费给他加满一箱汽油 还送他不少食物 妹子觉得托马斯的冒险旅行 就像奇俄旅行技 把这神奇的一幕拍成视频 上传到网上 父亲老妈在手机上 看到儿子还健在的视频 终于松一口气 一段飞行之后 托马斯在湖边稍坐休息 根据父亲之前规划好的路线 调整好导航 继续开始飞行冒险 白鹅艳突然大叫起来 原来检疫站的工作人员找到这里 托马斯赶紧登上飞机 启动引擎 看人海 托马斯甚至还可以在天上 抚摸白鹅艳的背景 人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父亲和老妈知道托马斯的行动后 开着一路导航 追在他后面 食物和燃油用得差不多的时候 托马斯必须停下来 带着白鹅艳寻找一些食物和汽油 因为接下来的飞行异常的凶险 托马斯将驾驶小飞机飞越北海 父亲和老妈知道后 为他在天上 为他担心的不得了 托马斯遭遇海上风暴 白鹅艳被肆虐的风暴打乱振兴 随时会被爆红雨吞噬 好在托马斯看到前方 有个光亮的出口 他一脚油门直接冲上去 竟然飞到了云端 这里蓝天白云 异常的宁静 其他白鹅艳也紧跟着上来 唯独那只最弱小的大鹽阿加 没有上来 托马斯不断呼叫阿加的名字 终于阿加还是冲了上来 挑战了自己的极限 托马斯把阿加放进自己的怀里 给他软卧的特殊待遇 这个小家伙太不容易了 大鹽一字排开 又飞了很长的距离 父亲老妈这边也检测到 托马斯成功飞过北海的信号 托马斯带领白鹅艳飞行的事迹 在网络上非常火爆 所有人都佩服他的壮志 一路上不少善良的人 为托马斯免费提供食物 还有免费的汽油加满 托马斯风餐露宿 和白鹅艳一起 飞越千山万水 一路向南 跨越多个国家 每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都有人和他拍照合影 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兵临物种的挽救行动中 飞行几天之后 托马斯降落在湖边 父母终于见到了他 这个14岁的男孩 因为严重脱水 在医院里昏睡了20多个小时 因为父亲伪造了文件 那些白鹅艳将不再被放规 而是被剑掉羽毛圈养起来 这让托马斯无比沮丧 本就白鹅艳的计划 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吗 绝不 托马斯带着白鹅艳 再次往南飞翔 原来是老妈偷偷把钥匙给了托马斯 这让父亲非常生气 但是老妈觉得 儿子经过这番冒险 已经不是一个男孩 而是完全蜕变 成长为一个男人 托马斯的世界越来越火爆 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人群欢呼 还有人在草坪上 画出他的名字给他鼓励 父亲老妈也开车跟在后面 一路同行互航 在最后一段飞行中 托马斯关掉引擎 张开双手 和白鹅艳一起体验飞翔 在将来 白鹅艳不会再有引擎的指引 每年从北极 自由迁徙到南方 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 托马斯完成了 带领白鹅艳群迁徙的壮举 和父母紧紧拥抱在一起 可惜父亲的上级 却在电视上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 他认为 这只是一场个人的冒险而已 白鹅艳绝不会自己回北极 繁衍生息 好在经过半年的等待 托马斯一家人 终于在北极等来了白鹅艳群 他们拯救病危物种的计划 终于取得成功 这意味着 这种人工饲养的白鹅艳 已经学会南北迁徙自我繁殖 正如印第安人所说 土地从来都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 而是向子孙借的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的后世子孙